大家好,我是Stan 大家还记得让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洗自己的内裤 拍照上传的网上的这位老师吗 当时这位老师还在照片底下留言 漂亮的睡衣,漂亮的内裤,害羞害羞 我们公主是粉红色内裤,好漂亮哦 然后在体育课也与女学生们有不适当的肢体接触 而引起了家长网友们的愤怒 七瓦台连说也突破了22万多 今天7月21号 糖果卫山法院判了这位老师有期徒刑一年三年的缓席 而在当天的法庭上 有几位家长出庭作证发表了不同的证验 一位家长表示 A某已经有事先告知作业是有关效型 孩子们也觉得该作业是一种游戏而已 但是另一位家长表示 孩子很不想做这个作业 但是怕会遭到不利 所以才勉强做了 看到老师以性感的内裤由自己洗为标题 将学生们的作业上传到SNS后 真的是大吃一鸡 检方表示 家长、其他老师们、学生们有多次指出这个问题 但是A某还是持续做这些行为 应该就要视为故意的 而当天在场的陪审闻全票判定了A某有罪 不过关于体育课时间的肢体接触 则是宣判了无罪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怎么能评价孩子们的内衣是性感内裤呢 孩子们也会感到羞耻的 为什么偏偏是内裤 自己的T恤、袜子不是很多吗 跑我去查一下那家伙家里的电脑 应该会有很多A片的 如果是我女儿的老师 你就死定了 男人看了也觉得很羞耻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酒驾出人命裁判那几年 这件事情有至于判一年的有期徒刑吗 对于这位老师的刑量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一登场就以惊人的订阅数跟观看次数 扰乱了YouTube生态圈的Kim Jong-un 今天在自己的YouTube社群留言 呃大家虽然是有点尴尬 这个月上传的五个影片的收益 除去一点点的制作费之外 所有收益都想要捐款 因为是大家的关爱支持得到的结果 所以如果能用在好处的话 大家善良的影响力 应该会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 这是支持Kim Jong-un的频道的大家 一起参与的捐款 所以希望大家也能感到成就感 更健康的运动 到今天1点30分为止 Kim Jong-un频道的总观看次数 已经突破了3900万多 而且每个影片的长度都是8分钟以上 所以这数字真的不少 真的是好帅的一个人 哇超帅 订阅者要哭了 本来对Kim Jong-un没有关系 但是最近怎么感觉这么帅气呢 Kim Jong-un 这种善良的艺人 希望能永久在演艺圈活下去 一个艺人能长久在演艺圈发展的这么好 都是有理由的 Kim Jong-un 加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只嫌弃曾旺的狗狗 可以抢售这么亲亲的狗狗 曾旺要亲亲的话就 被曾旺抱着自拍的时候 表情看起来很不耐烦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啦 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有关系继继继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